北京时间2月8日,胡人官方公布了明天战雄鹿的伤病名单 詹姆斯左膝酸痛肌液和浓眉右手腕酸痛的状态是probable大概率出战 上场可能75% 霍华德背部紧张的状态是questionable出战成疑 上场可能50% 安东尼右腿筋拉伤和纳恩右膝骨挫伤继续休战 双向合同球员敦布亚和梅森琼斯继续跟随南湾胡人 目前,胡人26胜28负,排名西部第9 胡人今天进行了备战训练 詹姆斯表示感觉很好,但明天是否能出战还要看看到时的感觉 他将继续接受全天后的治疗,然后尽可能的多休息 詹姆斯表示,他的的伤情没有反复或恶化 被列为probable的球员一般都能上场 医学专家表示詹姆斯应该是提前复出 膝盖也不是100%康复的状态,他在带伤打球 浓眉的手腕也是类似的情况 沃格尔表示安东尼将因腿筋拉伤缺席明日对阵雄鹿的比赛 且有可能会继续缺席周四对阵开拓者的比赛 霍华德因为被捕伤势缺席了今日的训练 明日能否出战目前暂不确定 医学专家指出,霍华德有被伤势 所以胡人应该更谨慎一些 谈到纳恩的情况,沃格尔说到 他仍然没有达到真正可以付出的标准 且情况相比之前并没有提升 对于胡人来说,这也是一个坏消息 医学专家表示,纳恩已经因为这个伤休息四个月了 并表示骨挫伤一般分为三种 一,骨膜下血种 二,骨肩瘀伤 三,软骨下瘀伤职业运动员 往往有更多的骨肩瘀伤 这会因重复性压力而损害骨髓 纳恩何时付出,仍是未知数 第 unfamiliar 古土 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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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.